特朗普性侵犯判赔8330万美元 德州边境危机 特朗普与拜登对此干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月28日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鹦鹉 近日在美国的广播节目中 有位主持人推荐一位黑人饶舌歌手的歌曲 其中内容呼吁黑里的推选 并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 最近有许多饶舌歌手都公开背书特朗普 这使得黑人中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饶舌歌手的政治观点在美国或许受到争议 但对于年轻人或黑人来说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因此他们的支持很可能会扩大特朗普的基本盘 2024年1月26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愤怒不平地走出纽约市一家联邦话庭 特朗普被陪审团裁定 影响作家伊甸卡罗尔 支付8330万美元的赔偿金 原因是他在担任总统期间 对他划表了毁谤性的评论 卡罗尔在2019年控告特朗普 指控他在1990年代性侵乱他 陪审团由七男二女组成 花了约三个半小时做出裁决 特朗普坚持自己的辩护 指称卡罗尔的指控是虚假的 并表示他将上诉 还称此案为拜登导演的猎物 这是卡罗尔第二次控告特朗普 去年陪损团裁定 特朗普应支付他500万美元 而特朗普也对该判决提出了上诉 特朗普一再否认认识卡罗尔 并表示卡罗尔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虽然卡罗尔声称特朗普强暴时 在他穿的裙子上留有特朗普的DNA 因此要求采集他的DNA样本 以进行检测 然而矛盾之处在于 裙子在暗华之时 却可能尚未问世 所以这次的法庭风波 也让一些人质疑 特朗普是否被政治操弄了 特朗普在选举机会上 封击司法被武器化 并表示要出庭争取获得公平的对待 由于卡罗尔的诽谤 指控属于民事案件 特朗普不会面临监禁 不过他确实面临四项起诉中的 91项刑事指控 这些案件可能会在今年开启 总的来说 这一系列事件 不仅影响了特朗普在华庭上的形象 也使他处于政治攻击的风暴中 但最新疑问由路透社公布的调查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0个百分点 被动支持率则为34个百分点 这样的领先优势相当惊人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有人质疑特朗普是否能够战胜拜登 但根据这份民调数据 外界可以清楚看到 特朗普的强势领先地位 尽管有人或许认为民调不准确 但外界还是非常重视这一指标 在选举中 民调是反映人民意愿的客观数据 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但如果此一客观数据 我们无法参考 那么对于选举的关注 也就缺乏必要了 而更深的一个层次思考是 即便有人识意民调的准确性 也能看到左派对共和党候选人 进行的攻击 而这种肆无忌惮的打击 可能不仅仅是局限于这次的选举 还可能对候选人的生活和事业 造成极大的影响 如果共和党人无法团结挺身而出 那么将来就更可能 无法反对民主党的强权 或任何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人 特朗普在2020年之所以 仍然受到支持 不仅是因为他的政策 更是他的敢说敢言 即便有人指责他言辞之间 但正是这种勇气 让他赢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 在一场造势集会的建文中 一位亲身经历者分享了他对特朗普支持者族群的深刻观察 他表示这群人并非食而不食 相反的 他们友好热情 而且讲道理 这与媒体塑造的特朗普支持者形象截然不同 让他倍感震惊 他进一步解释道 这些人主要诉求是渴望被聆听 而唯有特朗普能够做到 他强调 我们若不能正视这个问题 将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被问及可能的副总统搭档人选时 特朗普在德美因福克斯市政典表示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会是谁 据报道 由于特朗普连续数月在民调中领先 他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许多共和党人已将此事视为定局 特朗普的朋友和顾问们也展开讨论 看道如果选这一位女性搭档 是否有助于特朗普赢回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拜登的支持者 或者如果选举有色人种 是否可以提升特朗普在获得 非议和西班牙裔选票方面的支持 而随着移民危机的不断上升 在拜登政府的强力推动下 跨越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边境 辉法移民的问题已经失控 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 全部启动美国县豪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 赋予他应对入侵的权利 这意味着德州现在可以越过总统的命令 直接寻求其他州和国家的协助 尽管德州州长阿伯特 试图实施限制措施 但遭到联邦政府的阻挠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下令 阿伯特必须拆除边境的铁丝网 拜登要求在24小时内 执行高院的边境判决 否则要由联邦政府接管边境巡逻 德州还击表示 州的自卫权高于法律 阿伯特的回应是宣布实行 助勤制度赋予他廉价联邦法律的权利 并继续强化边境控制 他也得到奥克拉欧马州 州长凯文斯蒂特等 多位共和党州长的支持 截至目前 25位共和党州长联合声明 支持德州在挥华移民问题上的立场 特朗普呼吁所有有意愿的州 向德州派前国民警卫队提供协助 以保卫边境驱逐挥华移民 众议院议长曼克·约翰区 也表示将全力支持州长阿伯特 这场增值已引起了民主党的关注 拜登承认边境问题是危机 左媒开始转向 希望透过参众议院的法案解决边境问题 民主党值得共和党不合作 审称共和党为了特朗普的政治目的而捣乱 然而共和党坚持要签订一个好的边境协议 鼎指出参议院积极行动是为了支柱 乌克兰和以色列 众议院表示如果国家边境无法保卫 就应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柱 FBI则发出警告 整国家正受到大规模入侵 指的就是非法移民 并指出其中可能会有恐怖主义分子 拜登政府虽然试图归咎给共和党 指控他们不肯合作解决边境问题 但拜登政府的失败边境政策 也可能导致恐怖主义的威胁有机可乘 让特朗普有机会上台 并可能迅速解决这个边境问题 而这对共和党而言 正可能是赛翁司马焉之恢复吧